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沙石車頭跟車尾彎折成90度 一旁水泥護欄被撞碎 馬路上還有碎石 15號下午2點多 一台沙石車駕駛 行進國道3號中心交流到時 停檢車輛有怪聲 下閘道要檢查 不了車子卻失控 先自撞外側水泥護欄 又回潭撞警內側護欄 整輛車形成折乾症的狀態 國道警方互報後 立即封閉扎道 東右吊車將沙石車調離 在花費一個多小時後 終於恢復通車 所清事故發生時 沒有車子跟隨在後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而詳細的事故原因 還需要裹到警方調查釐清